這個部分,程式碼我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的第三個單元 問題02裡面,你可以打開之後的話 那剛剛主要的這個,基本上就是增加兩個清單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分割,你就可以先新增一個清單 比如說主要以這個當清單的話 那我如果要看到的結果是長這樣,總共五個項目的話 那主要就是說你要跟他講一下說哪個範圍 那這個2到6基本上就是指的是這個的2到6 那這個6的話基本上你也可以用追蹤的 這個可以改,另外這個也可以改 也就是如果你要改的話,當然你不改也沒關係 只是說變成說你層次比較沒有彈性而已 那改的方式的話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6的話基本上可以向下追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哪一個從這邊追蹤 你可以優標先放H1,然後Ctrl向下 類似這樣這樣 那如果你要追蹤改成這樣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什麼Range 然後刮斧 哪一個儲存格?H1 然後呢 點什麼呢? 點END向下追蹤 這個其實用的還蠻多的 然後 前刮斧的話 前刮斧 XL 向下追蹤到的列 打一個Raw就可以了 OK 然後他就會幫我Ctrl向下 把這個Raw Raw指的是這一列 是在第六列的數字丟回來 所以這個結果的話 那也一樣會是6 那如果資料將來會增加的話 他也會自動追蹤 所以同樣的啦 這個按複製喔 這邊其實也可以把它貼過來 這也可以改 不過這個可能要改I欄 因為這個是I嘛 所以向下追蹤 Ctrl向下 有沒有 他會追蹤到第五列 那其他的話還有哪裡呢 這個也可以 這個資料我們現在Ctrl向下 其實最好是用編號 Ctrl向下 他會是1239 那所以呢 一樣的方法 你可以 剛剛比較好的方式是這樣 就是追蹤 如果這邊會用到 這邊會用到 這邊會用到 那你可以在最上面 增加一個變數叫R 好了 那我建議你乾脆直接拿這個來改 這個 觸置到這裡 然後呢 怎麼樣追蹤 從A1好了 把它從A1 向下追蹤 所以理論上這個R得到的值應該就是 1239 有沒有這個R 那我只要把這個1239 把它示範一下 換成R 那因為呢 這個是一個字串 而且是在最右邊 那我直接把它delete掉 空一個and r就可以了 因為它 右邊沒有任何的字串 所以右邊不用再串 直接and r就可以了 那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改成 and r就可以了 因為右邊沒東西 這邊也是一樣 改成 and r 這樣就OK了 那好處就是說 將來 如果這個資料 假設有增加的話 它會自己變換 比如說我這邊好了 假設 我們要增加個幾筆好了 如果之前 沒有那個 改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就會失敗 那現在這樣 這樣怪怪的 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複製過來 它好像算資料的差 OK 那 不然就用複製貼過來 假設增加幾筆的話 那一樣 它如果向下追蹤 追蹤到的列到這裡 它就跑到這裡為止 可是之前的話 就不會跑到這裡 那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OK了 把它直接刪除 舊的 然後再執行 理論上應該OK 它跑起來沒問題 看一下資料 那資料的話呢 理論上 它應該會多增加 也就是現在 有往下 我們剛剛1239 現在1239 現在1239 新增的也會過來 OK 表示應該是沒有問題 所以剛剛的話呢 其實 如果你要向下追蹤 其實可以這個地方 要向下追蹤 那這邊可以再 串一個向下追蹤 當然 剛開始寫 你也許可以不加 沒關係啦 OK 然後 再來的話 其他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 再練習看看 那 接下來的話 我們講完 分割之後 再來就會 需要來看 合併 所以喔 分分合合 合合分分 那如何做 合併的動作 請各位再切回到剛剛 326的班級查詢 然後呢 如果今天喔 我們有一班 二班 三班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呢 把前面的總表 把它給刪掉 顛倒過來 OK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我一二三班的資料有沒有 我希望呢 我希望呢 再把它倒回來到這邊 一班 二班 三班 OK 欸 那我該怎麼 反推喔 反推就合併 合併我按一下 應該這個我剛剛寫好了 我按一下 合併回來了 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 你可以 可以合也可以分啦 看你要合還是要分 那因為工作上的關係 常常會需要做不同類型的報表 所以不同報表的話呢 可能是總表 可能是不同月份 可能不同部門 不同產品的各種不同的報表 所以常常會需要做不同的篩選嘛 所以呢 那如果你不能快速篩選 因為你就要手動慢慢這樣 複製來複製去 很浪費時間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 可以一件 先資料就馬上產生 那後面報表就很快了 你甚至丟到樞紐分析表 馬上就可以做後續的統計分析了 那只是怎麼做 這個請各位 待會試試看 把這個範圍的資料刪掉 如果今天希望把123倒回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再來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